我们无疑是爱钻研的怪咖 但这也不错 这样的我们在学校里不能算是酷的 Sun Lux起初是由来自美国 科罗拉多州丹佛市的音乐家瑞安·洛特 独掌大梁 而现在已发展出了三位成员 加入团队的有拉菲克伯和伊恩成 这三个人以自己独特的现场表演 不断地出现在欧洲各地的舞台上 他们在继续推出音乐作品的同时 也在迎娶更多观众的心 我差一点没将这首歌纳入专辑 因为这对于2013年底发布的灯笼专辑来说 并非那么匹配 我不记得是否曾经提及过这件事 但是我和我们的经理迈克尔曾经有过对话 我给他发了这首歌 要知道那个时候三拉克斯还只有我一个人 还不是团队 虽然拉菲克已经有参与歌曲Easy的录制 至于后来发展成三人组 这多亏了大家彼此之间的互动 回到我与经理迈克尔的谈话上 我问他 你觉得这首歌Easy怎么样 他回答说 不知道 似乎有一点奇怪 歌曲我很喜欢 但是有一种很奇怪的感觉 我还有一个导演朋友 曾经负责过数个视频的编制 叫内森约翰逊 大家彼此之间合作过很长一段时间 此外 他还是一位音乐家和作曲家 我将歌曲发给他来听一听他的意见 他说 我非常喜欢这首歌 但歌曲里 萨克斯伴奏是怎么回事 这一点让他有些百思不得其解 不明所以然 我觉得这是非常好的反应 明白我的意思吗 这首歌能够给人带来意外 但我觉得有点讽刺的是 这最初并不太情愿纳入专辑的这首歌曲 却变成了我们所有歌曲中最流行的一首 我认为 一些歌词里的政治性潜台词 但我在录制歌曲的时候 颇有感触 当最高法院宣布决定 而我们将 Change is Everything这首歌 放到推特上时 这首歌被虽然而然的 与法院的决定相联系了起来 但事实上 这首歌未必是在讲此事件 它可以指很多的事情 也可以指私人事件 独立个体事件 但是总是不可避免地 被以身到一些 那个时间段周遭的事情上去 或许这听起来有些矫情 而我们不能够没有音乐 音乐是我们生活的主要需求 它在生命中占据着非常重要的地位 可以说我们已经被深深地迷住了 这是多层面上的一种化学反应 对我来说是相当独特的经验 这也激发了我将Sanlax 发展成三人组的欲望 第一次演唱会前 我们仅仅排练了五次 事实上 我们只进行了四次排练 好的甚至只有四次 总的来说 那些瑞恩想要在舞台上表演的歌曲 我们排练的还是非常少的 这看起来似乎很疯狂 变成三个人一起表演 还没有怎么排练 这就像是把自己置于困难的境地 然后想法子一起解决一样 但是对于一个三人的组合来说 我觉得我们最终的表现还是非常不错的 对于我们来说 保持音乐某些方面的神圣是非常重要的 我们想要自己来决定在台上表演些什么 或者不表演些什么 我们都喜欢的是即兴发挥 对于我们来说 做好具有灵活性的编曲十分重要 这可以让我们将自己的特点 带入每一首歌曲中 并通过即兴发挥来生动演绎 我们正努力为自己的团队创造出特色的文化以及音乐 从那些我们写出的音乐里 可以看到我们对音乐有着相当开阔的视野 我们正积极地融合着其他的艺术形式 比如说舞台 电影 甚至是广告 我个人觉得那些我们写的音乐 就应该属于我们 而拉斐克说过 如果我们的音乐脱离开工作室的范围 它应该要能够存活下去 有进化的目标 我们则需要不断地吸取经验 不断地获得进步 而现在我也接受了 我们的音乐能够以自己的特色存活下来的观点 目前我们正在制作新专辑 此外 我的队友拉斐克和伊恩 也在做个人专辑 个人来说我非常高兴 我们都是怪才 不喜欢吃老本 大家一直都在十分努力地工作 但是在紧张的情况下 也会选择早早睡觉 或者练一练瑜伽 从而来熬过这些困难的时刻 对于自己的音乐 我们则习惯于慢工出戏活 我们无疑是矮钻研的怪咖 但这也不错 这样的我们在学校里不能算是酷的 有时候我会陷入深思 事实上我是真的喜欢这个行当 尽管总有很多的问题 也要投入大量的精力 但是我就是喜欢玩音乐 当然一直忙碌着音乐 也会让你长时间 从朋友圈家庭里脱离开来 做好平衡是相当困难的 给电影创作音乐 工作的独特性在于 首先你需要为屏幕上呈现的图像 匹配框架 您创作出的音乐 需要让影片画面更好看 让观众感到更生动 戏剧性 以及更真实 这种音乐应该要 背后支持着整体的情节 每个衣服的存在 都为了执行这样的任务 而制作专辑则不需要这样 除非你是在做非常有概念性的唱片 目前我们还没有做到这一步 大家不久前都参与到 我的电影音乐录制中 目前这都还没有完成 我们是作为一个团队在工作 就算以后官方名称 三拉克斯不在了 我们也是团队 记得有一次音乐会之后 有个家伙走过来说 我想与你们见面 已经有好几年的时间了 我想来讲一下自己的故事 他说 之前 他曾经想要自杀 他也这样去尝试过 他吃了很多的药品 并且走进了树林 想就此结束自己的生命 他躺在地上 闭着眼睛的时候 突然间脑子里浮现出了 我们的歌曲 而这首歌的歌词 不断地盘旋着 你会不会留下 他有意识地 把问题抛给自己 最后他突然明白了 自己还是想要活下去 所以他站了起来 并且开始奔跑了起来 他希望在要效起作用之前 找到能够救助自己的人 幸运的是 这个家伙最后在医院里 被救起来了 从那之后 已经过去了三年的时间 他还是好好活着 这真的是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故事 但是 它的确是发生了 记得 听到这个故事的时候 是在音乐会之后 一家高校酒吧里 我曾经也迷茫过 也会问同伴 我们是在做什么 但是 这个突然而至的家伙的描述 让我突然明白 自己是在做什么 所以在每一次 进步成功的音乐会之后 我都会记起这个故事 又或者大家做了纯事之后 我也会以此为勉励 我觉得我们的音乐或许 也能够改变一些人们的生活 或许我们彼此永远不会见面 但是这个家伙给我们 讲述了自己的故事 的确是让人感触很深 我懂得告诉你 你这故事 你这故事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你这故事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你这故事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感谢观看